让民众觉得很困扰 因为北市停管处 他们推出了北市好停车的QR版 号称能够在99处的公有停车场 用智慧型的手机来扫描QRcode 也就是所谓的二维条码的海报 就可以来上网查停车费率 不过竟然设置在没有通网路的通讯的地下二楼停车场 网友痛骂说太离谱 最新情况交给记者戴秋柔 好的 画面上看到呢 这样子是这个北市停管处呢 设在公有停车场所贴出来的这个QRcode的这个排报条码 号称说只要用你的智慧型上网手机 要拍摄了这个QR码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连上网路来查询 当地这个停车场的停车费率 不过民众就说也太离谱了 这个QR码设置的位置 其实有的是设在地下室的二楼 也就是说根本没有网路收讯的地方 这样子一来的话 根本就没有办法连接网路 没有办法做及时的查询 那么另外呢 还有这个QR码的海报贴纸呢 竟然呢是贴在一个用手机 没有办法贴近的位置 也没有办法透过手机来 及时连线上网查询 那么尽管当初推出的是好意哦 不过呢 这样子的一个草率 就上路让民众是直批 这样子的政策也太愚蠢了 好 你看到好意哦 却被批评太草率了 看来政府真的需要感谢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